色彩天然 造型圓潤 既符合时下流行的简约无印封 略带斑驳的缺憾美 还能打造日系差级封 但这些其实不是新款家具 我们没有制作的东西 我们育成的东西 我们育成的肋鱼 我们育成的肋鱼 肋鱼的肋鱼 和肋鱼的肋鱼 一起育成的肋鱼 只割成7天 成为完整的东西 育成的肋鱼只割成45天 越来越多人在生活中力行环保 回归尘土的过程 也希望减少碳足迹 在欧美 入土为安依然普遍 但木材需要多年生长 生技公司于是看好驯菇 成为下一个棺木潜利股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是肋鱼的肋鱼 我们看到所有的钻鱼 让肋鱼的肋鱼 成为肋鱼的肋鱼 这里有肋鱼 这很难 因应火化趋势 也有股灰坛可以选择 我们的目标是 成为肋鱼的肋鱼 所以我们想把我们的肋鱼 放入土 所以这种是一种美丽的 一种平均的肋鱼 可以放在枯鱼 或放在枯鱼的肋鱼 所以如果你放在土 这种肋鱼 这种肋鱼的肋鱼 会成为肋鱼的肋鱼 名为森林之床 搭配麻布材质的枕头和床单 也能铺上青苔 打造出回归自然的氛围 让丧葬仪式多了一些温暖 也更加友善环境 大海新闻将玉庭编译